全球华人亲人们,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是来自山东的老胡,在加拿大多伦多,向你闻好。 今天是2022年1月10号,星期一,奴隶腊月出发。 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今天我将和你分享一下腊月的九种习俗和五种经济。 时间不紧不慢,岁月不慌不忙,今天已经是腊月出发了。 俗话说得好,进入腊月就是过年。 腊月是一年之岁尾,正至寒冬,民间艳雨云,腊漆腊疤,冻掉下巴,正是炎至气冷。 这时,冬季天时告军,雾由冬贤之说。 春耕秋收,忙忙碌碌,只有等到削落大地沉寂,人民方可停下脚步,迎接新年的到来。 而春节是中国人传统的三大节日中最隆重的一个腊月,正式迎接春节的签奏曲。 在这个签奏曲里,有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是从河拉网州开始,然后人民要扫房、请乡、祭祀、封印、写春年、搬年火,直到出席。 过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极富有魅力的。 为了过好年,中国人要拿出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做好诸多准备。 人民要忙着对保佑过去一年的神祖先有个交代,要对一年来往的账目有个结算。 要对亲信,豪于节日的温厚。 对一年来的家庭事,个人事,都要加一种结案。 于是,在新的一年里,个人能更有进步,家庭能更加兴旺。 首先,我们看一下九种习俗。 腊宝节因腊日而来,是奴隶腊月最重大的节日。 日期为腊月出霸,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宝节。 传说,当年朱元璋在牢中受难, 饥寒交迫的朱元璋在地里挖出了稻、素、麦、黄豆等食物。 朱元璋用锅把这些东西给炖了、吃了。 这些东西救了朱元璋的命。 后来,朱元璋成了明朝的皇帝, 为了纪念他在牢中的日子, 他把那天定为腊宝节。 习俗就是吃无辜杂粮熬成的粥, 每明月腊宝粥。 腊月二十三,糖瓜斩。 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 是民间祭造的日子。 民间有男不败月,女不祭造的习俗。 因此,只宣以男子祭祀王爷。 这一天,造王爷要上天, 禀报这一家的德行。 让玉帝赏善罚恶。 所以,人民在这一天准备好的贡品送上天。 其中,最重要的是糖果, 又甜又黏。 让造王上天之后, 嘴巴被黏住, 说不了坏话。 腊月二十四,扫房子。 春家大扫厨, 称为扫年, 起源于古代人民驱除病疫的一种宗教仪式, 后来逐渐演变为年终的卫生大扫厨。 家家户户这天都要打扫环境, 清洗器具, 拆洗被露, 撒扫庭院。 腊月二十四, 谈尘扫房子。 因为尘土的尘, 与尘旧的尘谐音, 在腊月里, 扫尘有除尘不新的含义。 腊月扫尘, 就是把家里的一切穷艺, 晦气都扫出去, 以期望来年运势更好。 腊月二十五, 接玉皇。 旧的习俗认为, 造神腊月二十三上天后, 玉皇大帝与腊月二十五亲子下界, 查查人间善恶, 并定来年祸福。 所以, 家家既至, 以欺负称之为监狱皇。 腊月二十五这一天, 民间素有摸豆腐的习俗。 过去, 老百姓平时吃不上豆腐, 大家都认为豆腐是个好东西。 等到了腊月二十五这天, 大家纷纷做起了豆腐, 已被正月里慢慢地享用。 而豆腐, 又与头腹谐音, 承载着人民 祈求富贵, 平安的心愿。 腊月二十六, 杀猪割年肉。 在过去, 人民生活比较艰苦, 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吃到肉。 人民在这一天, 开始杀自己家养的猪, 筹备过年用的肉食。 腊月二十七, 在鸡赶大吉, 过年送来英网, 招待很多亲朋好友, 所以除了猪肉之外, 还要准备鱼肉、鸭肉等等。 二十七也是年货节, 大家准备好年货, 吃穿用度, 一应俱钱。 所以这一天, 各地的集市都十分热闹。 腊月二十八, 把面发, 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能争馒头的, 所以二十八这一天要准备好近半个月的主食。 我国北京人一般慢搬派, 在这天放面房要等到二十九再去争馒头。 腊月二十九, 这一天叫做小出席, 一般是来往拜访叫岁别, 亲亲邻里之间相互交换糕点, 交流感情, 人民还在户外分享叫天香, 通常要三天。 出席是新旧交替的时刻, 各行各业停止了交易, 这一天, 所有的人们都要回家吃团圆饭, 摆设天地共桌, 辞碎, 守碎, 盈碎。 这天的鞭炮会不绝于耳, 人民期盼着自己在新的一年里, 可以有更好的运气和福气。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五种谨记。 第一, 家中有儿子, 一婚闺女既在家过年, 那月二十三之后, 有儿子的家庭里, 不允许一婚的女儿回门, 直到年春初三才可以。 按老辈子的说法是, 这叫做闺女故她娘家陈草, 她陈草能采断娘家的根, 说是女儿这时候回门, 会断娘家的香火。 第二, 谨记腊月搬家动土, 民间是没有腊月搬家的, 因为腊月是祭祀月, 有很多重要的日子, 腊月里讲究的是往家里尽财, 此时搬家会意味不利, 有腊月搬家穷一说。 关键的一点是, 奴村过年, 腊月里的诸神, 比如造神腊月二十三, 辞到上天树植, 年三十再重回人间, 含有老弟老母老祖宗, 你突然在腊月里搬了家, 他们回来找不到新家, 会不开心的, 难免有脾气, 这一年会不太顺。 三, 年三十, 既家里水缸不满, 早时奴村还没有自来水, 年三十的傍晚, 人民要去警台排队挑水, 所以排队挑水的人会特别多,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过年的好彩头, 有剩菜剩饭, 寓意着过得富足, 年年有余, 年三十晚上猪饺子的水, 都是提前挑水挑满过的, 水桶里的水也是满满的, 第四, 既不说过年话, 大年三十死了驴, 不好也得说好, 年三十猪饺子, 煮碎了不能说碎了, 一定要说破了, 乐呵呵的说正了, 打破碗笛, 要赶紧说岁岁平安, 奴村人认为, 年根和年初, 老弟老母和猪未神仙鬼怪, 全在家里, 说什么都能一语成尘, 所以必须多说好话, 没准神仙祖宗一保佑就实现了, 第五, 既年三十扫地, 往外扔垃圾, 奴村老人说, 年三十开始, 家里的尘土都是财宝, 那是老祖宗带回来的运气, 或者是诸位神仙的子父, 此刻扫地, 就是把财气扫出门, 垃圾自然也是财, 也不能冷, 一直到春晚上寄了财神, 夜里送了神以后, 初三早上才能扫地, 把垃圾清理点, 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 请你点赞或点赞,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要求, 请留言给我, 多谢, 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再见